HELLO,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都知道部落戰跟部落聯賽最大的差別 就是部落戰他可以有探路跟補星的機會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場補星的三星進攻 這次部落戰的對手7號 足足擋下我們6次進攻 而在這6次的進攻當中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Gabu的探路 因為Gabu這場他雖然是12本的進攻 但是他找出了一個非常不錯的路線 讓後面幫忙幫忙幫忙 幫忙補星的隊友可以順利的打出三星 我們現在就先來看一下Gabu的這場進攻吧 好的,就是現在畫面上所看到的這個陣型 雖然他終究還是被我們三星了 但是在被三星之前他還是擋下了非常多次的進攻 如果你對這個陣型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來把這個畫面截圖回去參考看看 Gabu他用的部隊配置是地震雪怪流 他在靠近四點鐘的方向用天護騎手 而在三點外側跟兩點外側的地方 都是分別用氣球來幫忙把外圍的箭塔給帶走 把箭塔打掉了之後 現在從三點鐘下出來的這隻寶寶龍 就會有一片非常大的防空盲區 可以安全的把外側的這些建築物全部都處理掉 這樣子以來大守護者的路線就不會歪了 大守護者的路線確定不會亂跑了之後 他在靠近五點鐘的盲區 這裡是下了小餐飲 來打掉六點的這個金庫 接著在七點鐘的方向是下了皮卡還有雪怪 然後女王也跟著走出來了 這些部隊會順著這些建築物打進去 而在靠近四五點中間這個地方 他是先下出了哥倫冰人扛住火力 然後後面下出了雪怪還有藍胖 這裡是直接用一關跳跳法術跳過第一層城牆 所有的部隊全部都跳進來之後 用地震法術正開陣型中間的結構 準備要丟狂暴了 這邊狂暴壓了下去之後 我們的雪怪部隊往前推進 而藍胖部隊有一批是直接落單了 在後方沒有跟上 但是這群藍胖最後會走過來幫忙 把天鷹火炮給打掉 我們的主力部隊在陣型中間的地方 現在正在處理對方的援軍 援軍是有一隻哥倫冰人跟一隻狗 九點外側這邊冒出來了電塔群 一共有五隻電塔全部都擺放在九點的大本營外側的地方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大約靠近十二點的位置 這裡還有非常多的防禦建築 如果這個時候是十三本燈進攻 我們的手上還有一隻神盾俑者的話 或許剛好就可以來把靠近十二點這一側的建築物全部都帶走 包含了火箭、加龍炮、破擊炮、劍塔這些建築物 應該都可以讓神盾俑者直接帶走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剩下來的是大本營的區塊 他手上還有留著一個工程飛艇 裡面裝的是雪怪 但是已經沒有恐暴法術可以使用了 現在的工程飛艇在墜毀的時候是會帶來範圍傷害的 滿級工程飛艇墜毀的時候所帶來的傷害高達1,400 就算是滿級電塔血量也就只有1,100而已 所以剛剛從九點進場的這個工程飛艇 在墜毀了之後還順便帶走了對方的兩座電塔 最後這兩隻裝在工程飛艇裡面的雪怪 雖然沒有狂暴法術的幫忙 還是順利的把對方的大本營給拆掉了 這場進攻雖然最後沒有拿下三星 但是大家千萬別忘了 這可是嘎補十二本打十三本的進攻 兩星83%的成績可以說是達到了同本進攻的水準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傑斯的補星 傑斯最後參考了嘎伯的路線 微調了法術之後使用相同的路線來做補星 一樣是在靠近大約四點的地方下了大守護者 然後在六點外側這邊它是這次選用法師 而不是用蒼蠅來加快一下斷邊的速度 然後在兩點外側這裡也是一樣用氣球 來幫忙把外圍的箭塔打掉 然後三點的外側補了寶寶龍這邊都是一樣的 這個前戲組合可以讓這隻寶寶龍 把兩三點的外側清得非常的乾淨 那大守護者這邊一樣是沒問題 會往五點鐘的方向走過來 七點這裡也是一樣 直接復刻了剛剛嘎布的前戲進攻 使用了皮卡、雪怪再加上女王 接下來這邊我想要放大畫面再用慢動作來看一下 傑斯它在主力部隊的這個部分 是沒有用跳跳法術讓他們跳進去的 反而是要讓他們直接硬開牆 這裡的對方投石機不斷的打過來 我很怕我們的藍胖被對方的投石機打到 但是好像是部隊的走位蠻順利的 沒有剛好讓藍胖群被對方的這座投石機砸到 最後是部隊直接暴力的開牆進去 然後直接往前衝把對方的這個投石機給解決掉 而在陣型中間剛剛嘎布用地震法術正開來的位置 傑斯他是選擇使用兩罐跳跳法術來代替 現在來看一下皮卡被對方的單體火塔黏上了 這裡趕快打開大守護者的無敵技能 保護皮卡衝過去直接把對方的單體火塔給砍爆 哇真的是太驚險了 而在後面跟上來的藍胖也是直接隔牆 把對方的這個天鷹火炮給打掉 那後面也已經下出了神盾俑者跟上部隊了 這隻神盾俑者就會慢慢的把靠近12點內側 與1點內側的這些防禦艦組全部都打掉 然後再跳到12點外側去 把外圍的這些防禦艦組也全部都清掉 現在主力部隊在這邊準備要打對方的女王 而且已經正在處理對方的援軍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攻城飛艇的部分 也是一樣從9點的外側下進來這裡丟了狂暴法術 飛艇一墜落之後 直接帶走了對方的三座電塔 非常的賺 那當然這兩隻雪怪再加上狂暴的話 要打爆對方的大本營也是絕對沒問題的 現在12點的神盾俑者開了技能 幾乎可以說是滿血復活 直接把這個陣型上半部 遺留下來的防禦艦組全部都清乾淨了 而剛剛裝在攻城飛艇裡面的大雪怪 籃子裡面的小雪怪跳出來之後 也幫忙把9點外側這邊遺留下來的電塔 全部都處理掉了 現在跟主力部隊會合準備要直接往12點鐘的方向打上去 最後存活下來的雪怪非常的多 而且藍胖也還有存活 最厲害的是四隻英雄都活了下來 而剛剛開了大守護者無敵技能所救回來的這隻皮卡也都還活著 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們再來完整的看一下這場進攻的回放吧 大致上的重點剛剛都已經有提到了 所以這次我就不再放慢動作了 讓大家看完整的回放我只做重點式的補充說明 六點外側用法師幫忙斷掉金庫 四點這邊天護騎手 兩三點外側下氣球幫忙打掉外圍的箭塔 三點用寶寶龍進場清掉防空盲區的建築物 而從兩三點這邊進場的氣球 有一個非常賺的地方是最後他們還把三點內側的炸彈塔帶走了 這個是非常的賺 把城牆內側的建築物帶走 可以更確定我們的大守護者一定不會走歪 現在七點這邊一樣是下出了皮卡、雪怪跟女王 然後主力部隊準備要進場 這邊下了哥倫兵人 扛住對方投石機的攻擊 然後下了狂暴讓我們的部隊趕快開牆 這裡的藍胖巧妙的閃過了對方投石機的攻擊之後 直接開牆進去 皮卡從旁邊走過來跟主力部隊會合 一路還踩掉了非常多的巨型炸彈陷阱 現在在陣型中間丟了兩罐跳跳法術 然後補了狂暴 我們的皮卡被對方單體火塔黏上了 這邊開了無敵 後頭跟上了神盾俑者 藍胖踩著狂暴把天鹰火炮打掉了 主力部隊在處理對方援軍 然後準備要打掉對方的第二座投石機 神盾俑者是有刻意讓他晚一點進場 所以目前是跟主力部隊分開來的 他可以單獨來處理靠近12點這邊的防禦建築 攻城飛艇進場 這邊配合狂暴 墜毀之後直接帶走對方的三座電塔 狂暴血怪拆掉對方的大本營 然後小血怪再來拆掉剩下的兩座電塔 神盾俑者開技能幾乎是滿血復活 收尾的法師部隊 下載靠近2點還有12點外側的地方 對方的防禦建築還剩下炸彈塔 跟最後一座大守護者雕像 女王開技能在這邊開牆 讓我們的部隊走過來 跟神盾俑者會合了之後 這就讓12點鐘的方向前進了 最後存活下來的部隊數量非常的多 有雪怪 藍胖 皮卡 還有四隻英雄 甚至是連天使都幾乎活到了最後一刻 拿下這個13本的三星進攻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包含了一場12本打13本的高級探路 以及讓隊友接手了之後 所復刻出來的漂亮路線三星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對了還有對手的陣型 畢竟他還是擋下了蠻多次的進攻 如果你對這個陣型有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截圖回去參考參考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們部落的話 請千萬要記得先去看過我們的部落網頁說明 再用通關密語來申請 我們下次見 掰掰